看看作息不规律喜欢熬夜的我 二十次查出个肾上腺流 幸亏是良性的 从进手术室到出手术室差不多四个小时 做了全麻的腹腔镜切除手术 醒后切口出撕裂般的剧痛 就像有个电钻一直在钻你的伤口 身上还插着几条管 连着四天输液才能勉强的忍受这个疼痛 一星期后出院回家惊讶 估计还要四五十天才能康复 肾上腺流唯一的治疗方法只有手术 我以前都是喜欢早睡早起的 但从去年开始就养成了一二点睡觉的习惯 有时会更晚 通常每天七点起床 工作时段大脑高度紧绷 再累也不午休 想靠少睡一点来延长一天的时间 三餐倒还挺规律 不烟不久 有运动和健身 去年中旬排过CT还没有什么问题 结果这个月就查出来右侧身上腺流 平时是不会痛的 但是会出现内分泌失调 免疫力下降 体重减轻 不检查的话确实想不到会是个流 所以年轻也要注重坐席规律 身体有异样了 要尽快的去医院 因为有些病变是非常快的 白天上班的最好晚上十点半睡觉 早上七点起床 中午要午睡半小时 保证一日三餐 每周最少运动两三次 夜半的作息具体时段要具体分析 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吧 金钱买不到健康啊 做一场手术 伤身又伤钱 希望大家以我为戒